先吃吃看苏向说的与众不同的炸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闻起来其实没有很臭 口感就是外酥内软 里面的豆腐有很多孔洞吸附满了它的酱汁 好菜是属于比较清爽型的带点微酸而已 炸臭豆腐不错 再来吃吃看这个麻辣鸭血 这个鸭血非常的嫩Q 鸭血非常嫩 然后吸附着麻辣的糖汁 咸度和辣度都很刚好 里面的配套还有金针菇和一些酸菜 我有点小辣 但喝这个糖的麻辣度 其实是蛮过瘾的 嗨 这集是旅游书系列 今天要来吃夜市了 这集要玩的是台北的通话夜市 AKA临江街夜市 要使用的书是这一本 台湾热门夜市吃透透 2001年出版的23年前 这本书有写说 20多年来人们多以通话街夜市称之 直到民国89年才在市政府规划下 升等为继华溪街 饶河街之后的第三座台北市观光夜市 名称也正式更定为 临江街观光夜市 哦 原来是市府规划之下 升等正名后的夜市 叫做临江街夜市 带着旧的旅游书去玩 这个系列会带上多年前的旅游书去旅行 过程中不会上网查资料 请按照书上提供的资讯 体验用从前方式进行旅游的惊喜感 如果找到经过数十年还存在的店家 则可以体验他们经营如此久的厉害之处 而就算现在地址已经不是书上记载的地方 也可以感受时间推移后景物的变迁 旅游结束后才会上网查询资料 若有值得补充的 则会加入影片中 整体主轴还是以旅游体验为主 有时候错过了就让他错过吧 这个夜市以前我会来 但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来了 现在书上找了点是我也全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第一个想要去的地方是 上海生煎包 皮包料好是上海生煎包最大的特色 酥软兼具的外皮 香嫩多汁的内馅 让人想不多吃一口也难 加上少许店家自制的辣椒酱 更为这款平平小吃增添风味 又是生煎包这个平价美食 生煎包在很多夜市都有很厉害的摊味 上海生煎包应该在路口处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点 出发 准备进入夜市 应该 转角就可以看到上海生煎包了 诶诶 看到了 第一间 上海生煎包 成功找到 第一间 上海生煎包 一进来就看到了 非常的顺利 现在摊位上面 前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在排队 拍一下 哦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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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学校 生煎包一份五颗是75元 生煎包一次要买五颗但没关系我今天有一个拍摄的小助手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吃太棒了 我刚刚已经淋上了店家特制的辣椒酱 来吃吃看这一颗生煎包如何 还没吃到馅料 但是它的皮就蛮好吃的 软Q软Q的 快看哦 快看哦 它的面皮取杰起来软嫩然后底部有点微焦酥酥脆脆的 那些有很扎实的肉参杂着一些蔬菜 然后里面再锁住一些肉汁 搭配着辣椒酱的提味 很好吃的生煎包 吃完了生煎包 换上起来一颗只要15元 其实蛮值得的 然后店家还有卖锅贴 它的锅贴也是很大一颗 下次来吃吃看它的锅贴不知道如何 下一间想要去的是 雅口臭豆腐麻辣鸭血 为了做出好吃的炸臭豆腐 老板特地到台中观摩习翼 沿创以两锅不同温度的热油来炸 果然风味与众不同 麻辣鸭血经过特殊调味处理 口感软嫩无心 这间臭豆腐看起来很厉害 从小到大也是吃了非常多不同的炸臭豆腐 来看一下这间店有没有像书上说的这么的与众不同 它的地址在临江街21号 看地图就在往前走的右手边不远处 好的 出发 我已经看到了雅口 在前方雅口平价牛排麻辣臭豆腐 第二间雅口臭豆腐麻辣鸭血也是非常顺利的找到 今天的店家都集中在这一条街上 所以应该可以寻找得非常快速 这是现在这里的菜单 这边内用区有冬瓜茶白开水 还有玉米浓汤 但是要点排餐才可以享用浓汤 炸臭豆腐一份是75元麻辣鸭血一份是100元 先吃吃看书上说的与众不同的炸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闻起来其实没有很臭 口感就是外酥内软 里面的豆腐有很多孔洞吸附满了它的酱汁 泡菜是属于比较清爽型的带点微酸而已 炸臭豆腐不错 再来吃吃看这个麻辣鸭血 这个鸭血非常的软Q 鸭血非常嫩然后吸附着麻辣的汤汁 咸度和辣度都很刚好 里面的配搭还有金针菇和一些酸菜 我点小辣单喝这个汤的那个麻辣度 其实是蛮过瘾的 吃完了有抽豆腐和鸭血 这里的菜单有一大半都是排餐 它的排餐看起来也是很厉害耶 因为很多客人来这里都是点排餐来吃 好的下一个想去地方是清光意面 本店手艺是出自台北市清光市场 特特有名的清光意面 老板娘表示 面要好吃 煮煮食火要旺 水要滚 面质本身也很重要 底糕筋面粉 鸡蛋制成的意面 煮熟加上特製的肉燥 蒜蓉就是清爽Q彈的美味 看起来这家店很会做意面哦 能把这么简单料理做的好吃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它的位置是在 临江街四十项巷口 看地图就在 雅口出去之后的那条巷子巷口 第三个点清光意面 出发 这间店很夯 现在一堆人要排队入场 哦 这里荣获米其林美食指南推荐 看地图应该就在 这个巷子进去 就可以找到清光意面 有吗 清光意面 这条应该是四十项吧 五早味阳春面意面 我刚确认了这条是四十项没错 然后书上了巷的位置看起来是这间店 但我不知道这间店是不是清光意面 不过呢 它现在是七月公休 我来问一下附近店家知不知道这间店好了 小姐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在找这间清光意面 然后它写在四十项的巷口 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做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了 那大概知道没有做几年了吗 应该有二十年 应该有二十年了 本来在隔壁啦 本来就是这个转角这边 好小姐谢谢你 好的那这间就先放弃了 下一间要去的是 菜加碗粿 再来米浆加瘦肉 蛋黄香菇等馅料 蒸炊的碗粿 份量足营养够 配上特制酱料 吃在嘴里香滑可口 其他如蒸肉圆 麻油鸡面馅 也做得极到地 这一面看起来有非常多拿手的料理 但我也蛮喜欢吃碗粿的 它的位置在通话街39巷62弄 71-1号 好的出发 书上的位置看起来就在对面巷子 直走的左手边 这里面走进来好像没有什么店家 我刚在这一条通话街39巷62弄里面 碰了一下 都没有找到71-1号 然后也问了附近的先生 他们也都不知道菜加碗粿 菜加碗粿 我是没有看过 菜加碗粿 这里面没有菜加碗粿啊 我在39巷62弄这边 我甚至找不到71-1号 我最多只看到50几号而已 所以这边我连那个街景的变化 我都找不到定位点 下一间想要去的是 胡记专营猪内脏米粉汤 店铃30多年的胡记 以堂堂迈入第三代经营 招牌小吃米粉汤 Q弹有劲的粗米粉 搭配猪肉 虾米熬制而成的汤头 滋味分外相醇 而猪肺猪肺猪肝猪心 等素食种内脏类黑白切 也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心灶味 米粉汤也是很多地方都有得到 简单又不简单的料理 现在已经连续失败两个点了 希望下一间还在 它的位置在 林江街113号前汤位 好的 出发 有人熏耶 看书上的50巷旁边 应该就是这一条进来吧 诶 这家吧 通话街米粉汤 湖 56年创立 专营猪内脏 点了小的米粉汤 还有书上推荐的 猪内脏和油豆腐一份 米粉汤小碗的40元 豆腐一份30元 嘴边肉一份60元 猪心一份是60元 大肠一份是100元 米粉汤已经分了一些 给我的伙伴了 先来吃吃看它的米粉汤如何 这米粉的口感是煮到偏软的 然后米粉汤里面还有 虾米跟芹菜等等 汤头要吃起来也是有煎过 长时间熬制的 味道上也很丰富 大肠 大肠没有任何的腥味 然后咀嚼起来口感很棒 猪心 蛮大一片的 吃起来非常的有弹性 嘴边肉 它的猪内脏料理果然都处理得很不错 再来这个豆腐 豆腐非常嫩 好吃好吃 不错 这里的小菜果然都处理得蛮厉害的 吃完了一桌米粉汤和猪内脏料理 心里感觉被满足了 接下来下一间想要去的是 石家割包 石家挂包 为依应现代人健康饮食的习惯 挂包还分控肉 赤肉 综合三种 八宝汤材料丰盛 以干贝 鱿鱼 香菇 笋丝 等材料组成 营养丰富 这间的挂包和八宝 糖感觉都非常的赞 它的位置在 林江街104号 好的出发 看到里了 我看到左前方有了 看到了在这里 石家挂包 顺利的找到了石家挂包 这间里面还算蛮凉的 太好了 这是现在的菜单 挂包系列有分 肥瘦肉 我要点综合的 综合的挂包 65元 树上也推荐的八宝汤 70元 先来吃挂包 很大一颗 它的面皮很好吃 它的面皮很好吃 具体很好吃 直接下来Q弹Q弹的 然后越咀嚼之后 会三般甜点的甜味 第一口我先咬到 比较多肥肉的部分 它的肥肉油脂香气很赞 内线的控肉乳的非常入味 然后搭着酸菜跟香菜 它稍微提味又不强气的 花生粉 整个味道是鲜甜鲜甜的 很赞的这一颗挂包 接着来喝这个 配料非常丰富的八宝汤 里面有非常大量的笋丝 还有木耳 其他的配料看起来有 香菇 干贝 鱿鱼 热汤看起来太烫了 鲜甜中带一点鲜味 它的口感是因为有大量的损失 所以吃起来是很脆的 然后再加到一些那种 刚货的鲜甜味 整个味觉和口感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这碗福州八宝汤 就是料多实在 感觉如果是在冬天来 吃这碗汤的话 很赞 现在夏天吃是有点偏热 吃完了挂包和八宝汤 喝完汤之后感觉全身变得很热 但是它的料多实在 所以这两项吃起来也是很满足的 接着现在今天想要去的是 红花红桂香肠 店家取刚灌好的鲜肉大香肠 切开中间部位 按客人的喜好 加辣椒 蜂蜜 柠檬等调味料 再在炭火上烤熟出售 由于料理手法特殊 因此连平常不太吃香肠的人都会想一尝 所以这名气日益飙升 红花红桂的加盟店 如雨后春笋般开丽 但若想尝最初的原始风味 还是得来这里 这间的加盟店有很多吗 我是没有听过 但它的香肠看起来很赞 有很多的味道可以选择 它的位置在 临江街89号前摊位 来吃香肠 出发 看书上的位置就是 十家挂包出来之后 往这方向 走一小段就会看到了 这间夹娃娃店有 客NVIDIA CEO 黄仁勋 没有蒂临本店 谢了谢了 通话夜市好像也是 黄仁勋很喜欢来逛的一个夜市 我看到了走到 临江街跟通话街的交界处有这一间 正宗 红花红桂香肠 这里现在有非常多口味可以选择 我点的是麻辣香肠 这一份是55元 它还有一个超级麻辣我不敢点 点这个普通麻辣 很烫 这香肠的肉质很Q弹 吃起来是那种肥瘦餐饭的口感 然后点的麻辣口味吃起来是有点微辣的 跟香肠搭在一起是很大的味道 让香肠整个口感又更过瘾的 它的麻辣酱不错 这种有特殊调味的香肠 就是吃起来比一般那种只加蒜头的香肠 吃起来还要更丰富一些 耶把香肠吃完了 今天又是非常开心 非常满足的夜市之旅 吃得非常非常饱 今天总共找了 七间店 成功找了五间 成功率也是挺高的耶 临江街夜市 通话夜市也是 很棒的一个夜市 黄仁勋也爱 我也喜欢 那今天的夜市之旅就到这边啦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